各位同学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帝中文教室,我是新帝老师。 大家在学习中文的同时,也要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。 所以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。 文房四宝指什么?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有的书法绘画工具,即笔墨纸验。 纸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,世界上纸的品种虽以千万计,但宣纸仍然是供毛笔书画用的独特的手工纸,在国际上有着只受千年的美誉。 毛笔是用羽毛制成的独具特色的书写绘画工具。 自元代以来,浙江湖州生产的具有兼元鉴特点的独笔,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种。 墨是书写绘画的色料。 唐代至末名将西超西亭父子制的好墨,受南唐后主礼遇的赏识,全家赐国姓礼事。 从此里墨名满天下。 燕俗称燕台,是研磨色料的工具。 古代中国文人对燕十分重视,不仅中日相随,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。 �了一人標设定。